威尼斯影展日前公布了竞赛片还有非竞赛片的入围名单 电影台北工厂2入围了非竞赛单元 这部作品由三部短片组成 分别是导演侯继然的战力 还有导演卓力的爱情肥皂剧 以及谢俊逸的卢卡 每一部短片都由一位台湾演员 还有一位意大利演员担任男主角 三位导演届时也将跟各国新锐导演 角逐最具潜力导演讲 计程车司机被吸血鬼狠咬一口 每个镜头都可以看见台湾的特色文化 台北市电影委员会跟意大利国家影视公司 合作推出电影台北工厂2 入围本届威尼斯影展非竞赛单元 因为会总监说这是让台湾新导演 被世界看见的机会 这几年在全球快速市场化国际化的状况之下 台湾的电影以及台湾的电影人才 其实是被快速的边缘化 你要知道在一个影展 那两个礼拜的影展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 有1万7千多名 然后有7千多部影片在市场上 你怎么样让自己的电影 自己的人才在这些中间跳出来被看到 其实还是只能入围 电影台北工厂2 由三部隔30分钟的短片构成 每一部都由意大利以及台湾的演员 共同担任主角 导演谢君毅的卢卡 描述一位外国人为了死去的爱人而来到台湾 剧中融入了台湾的偶戏艺术 以及传统的殡葬文化 让意大利演员非常好奇 他觉得非常神奇 因为就是 我有试图跟他解释我们台湾的 就是传统的殡葬文化 但是他其实完全不懂 就他没有办法理解头期 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烧纸钱 而导演着力的爱情肥皂剧 相爱的男女主角穿梭在大家熟悉的便利商店 以及垃圾车旁 带出台湾的独特文化 侯继人指导的战力 则让意大利演员化身成为吸血鬼 对着台湾人咬下去的同时 也象征了双方的交流 而街头的计程车 更能够反映台湾文化背景 我觉得台北的计程车是很有趣的 在世界的其他都市 很少可以看到台北市这样子 满街都是计程车 而且是非常容易招 那我自己有时候坐计程车 都觉得电车司机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 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物 在开计程车 三位导演届时也将与各国新锐导演 竞逐最具潜力导演奖 在威尼斯营展发光发热